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除夕 除夕就是來看看各個遊戲的新年活動 英雄混亂傳奇 就是那個樣子 冬日武鬥會 就是經允禁常見的演武試煉 一般來說 活動都不大會推薦兌換角色 不過英雄混亂傳奇比較不一樣 至今我玩到現在一年多了吧 那還是沒有開戲院清單 所以說在角色的獲取上面 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們就要選一些比較好的角色兌換 那這款遊戲呢 至今為止我都覺得還是對新手 不是很友善 那希望說2023年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不過這款遊戲確實 他真的是怎麼講 每周都會有一些更新 有一些活動之類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外國人 玩這款遊戲玩的比較多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這個 冬日武鬥會 在活動這個地方 英雄活動還是日常活動 限時活動 這個冬日比武會 這一次這個活動並不是兩個禮拜 只有七八天的時間 所以說要換什麼東西 一般來說活動我都會推薦說換這個紅箱子 紅箱子的話是永遠欠的 但是因為在這款遊戲他沒有心願清單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說你沒有一隻神話 白色的角色 誰咧 我們看一下喔 這一隻 如果說你沒有一隻白色的這個艾拉維斯的話呢 建議你就是想辦法把這個角色給換出來 因為他絕對是一隻新手必要的角色 如果說是會要這個多對推圖的話 這一隻絕對是這個對中的這個主力喔 所以這一隻是200%要練的角色 所以說呢他會需要這一個 斜魄的紀念這個吊墜 還有這個靈異的跟這個荒漠的 那我上場的角色呢就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這敵人會比較弱會比較好打一點 所以我會這樣上場 就是一場戰鬥啊上三個斜魄 然後呢一個荒漠然後一個自然靈異 然後你再去做調整喔 好目標的話呢我現在就是可能是可以 我記得因為他是一天打五場戰鬥吧 然後五場戰鬥的話你可以上這個 對不起一天打六場戰鬥 然後一場戰鬥你可以上五隻角色 所以說這樣子一天可以獲得30個掉墜 6乘5嘛 那如果說是8天的話就240喔 那我算了一下呢應該是兩隻都可以換得到 所以說還不錯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這樣打完之後是五個掉墜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一隻的話他需要30加20加20等於70喔 那這樣子200如果是240的話 那我至少可以換出三隻喔 所以呢我現在目標就是要全部都是換這三隻角色 這樣子 好挑戰 然後我們也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譬如說上古斜魄好像上的有點多了 那我們就是兩個荒漠 又或是兩個自然靈異這樣子去調整 好所以說這個冬日比我會的話呢 我會建議說如果說你沒有 你沒有這個埃拉維斯的話呢 可以考慮兌換喔 那我自己的話是打算齁 有多少換多少齁 這樣算起來的話應該是可以換到三隻啊 其實換三隻的話 對這款遊戲來說已經是謝天謝地喔 所以我覺得這款遊戲應該說是這個活動齁 真的是還不錯齁 所以給大家推薦一下說這隻角色一定要換齁 為了這個主線的推圖 那我現在的話我依舊是使用齁 無敵也沒有無敵啦 就非常好用哈因理性齁 能控場然後能攻擊然後 我也把他的這個專武提升到這個30喔 那目前主線推圖呢 就跟剛剛開場那個樣子齁 就是靠他這樣子盧 那如果說盧不過呢 那就要拜託傭兵大大齁 跟這個我們的這個Kevin大大 當然是我跟他借啦 那不過呢齁 這隻角色的話齁 如果說你有能力的話 美里埃爾真的是超級好用齁 如果說你是課長的話 在這款遊戲的話 一定要練美里埃爾 這隻角色真的是破格的強啊 在這款遊戲 好了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祝大家2023年兔年快樂齁 好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